景田,85后女星,因长相铁美,优雅大方,与世无真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主演过古装剧《班淑传奇》,《传奇剧》,《大育儿传奇》,《宫廷剧》,《宫廷剧》,《大唐荣耀》,渐渐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直到2021年,33岁的她,合作杨幂旗下当红小生张彬彬,主演奇幻玄泥爱情剧《诗藤》。 外表高贵冷艳,毒蛇傲娇,却内心善良美好,因在此剧中的旗袍造型出圈,一跃成为当时最火爆的女星。 5月28日,却突然被官方通报处罚。 2021年底,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测发现,演员景田为广州无线唱健康科技有线公司相关商品的广告代言涉嫌违反广告法有关规定, 按工作流程将有关线索派发广东省广州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核查处理。 在经过立案调查后,发现景田代言的果蔬类食品为普通食品, 该公司无有效证据证实其具有阻止油脂和糖分吸收功效。 而演员景田作为公众人物,在应知法律法规规定普通食品依法不得进行治疗、保健等功效宣传, 且未经有效途径对待言商品有关功效进行核实的情况下, 人以自身名义和形象在广告中大肆宣传,夸大其词, 更在社交账号上还塞自己经常喝他的日常,使其产生明星效应, 其行为已经违反广告法有关规定。 顾对演员景田上述广告代言违法所得共计257.9万元依法做出默设违法所得, 罚款464.22万元, 把墨金额合计722.1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希望能借此事件给所有明星提个醒,代言不是儿戏, 不能光考量代言费,尤其是食品类, 在接任何代言之前,一定要对产品进行生育了解, 或者亲身试用,一来是对广大消费者和支持信任自己的粉丝负责, 二来,更是对自己多年辛苦建立的口碑和人品负责, 所有代言换句话来说,都是用自身积累的各方面做保障, 给产品加持,大部分的粉丝消费都是冲着对偶像的支持而来, 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大义和贪婪,让自己的全部努力一夜崩塌。 而作为明星,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影响着大家, 更要节省自好,言于律己,不要轻易消耗广大群众对你的喜爱和好感。 前前天就有一项谨慎细微的天王偶像流的华音二迪广告涉嫌抄袭翻车, 要不是他的口碑很好,估计也是被网友骂惨。 景田本人第一时间公开道歉,表示,在接到通知后, 他和团队第一时间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完全接受处罚, 也在第一时间以全部交纳罚款,并对信赖他的消费者造成的负面影响郑重道歉, 更承诺今后绝不再代言此类的硬核产品。 他的粉丝纷纷留言,有错就认,及时改正。 请团队和本人好好反思一下,以后谨言盛行,认真审核, 下不为例,会选择继续相信他。 也有部分粉丝就替他担心,毕竟被官方通报是否会成为劣迹一人, 毕竟最近管得很严。 对于这件事,你们怎么看呢?